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來拍什麼朋友們知道嗎 相信你上幾集有看就知道白同學今天要來拍什麼燒了 沒錯 白同學今天要來拍這個 SUBARU的這一台 WRX 這一台2.0的TOPO列車 我們要把它做一個開箱 然後來詳細的測試分享給同學看 廢話不多說 一起上課去囉 來 我們請我們的兄弟來發動一下 阿你這中車有 它要發動的話 它是晶片鑰匙的嗎 對 它是KELIS 好 不管你拍的車 真漂亮耶 然後弄上去之後 它感應的話是幾公尺 它感應的話 它好像只能在車側旁邊而已 車側旁邊而已嘛 對 好 來 阿現在是把它轉下去嗎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紅火 第二個紅火 要發動的話要踩煞車 我踩煞車 我就騎了嘛 對 好 來 車門關上 我們要開始去試車了 這樣好 好 沒好幾個了齁 讚 然後要啟動之前 阿那切什麼模式 渦輪錶嘛 渦輪錶模式 來 你先戴蘇修Country 我看渦輪錶怎麼會燈檔 欸好玩啦 欸好玩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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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到那個戰鬥位置 來 那個什麼 飛機要彈射之前 你有什麼要改水的嗎 它的最佳扭力區間什麼的 它那個的話 力道是在2000 2000到2500轉以後才開始引起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是要用那個 S模式 S模式 然後 欸對 如果換檔的話有時候 它不一定會比較快 所以我現在用自排模式 用S模式就好 S模式 這邊 這邊是I模式 S模式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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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切換這裡嘛 好 OK 來 來 阿你注意安全 我們來分享一下 好 來喔 每個人都要怕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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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把東西弄下來 喔這個感覺真的很棒 我沒有在 허然 你把我買六千喔 喔喔喔喔喔 快捏 好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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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歐微小捏 難怪這麼多人要買新車 你看快到這個燒掉下來了 你剛才有繼續走沒關係 你剛才有全油門嗎? 有 嚇到耶 這樣的話你覺得 數據大概是0到100大概是幾秒 應該7秒應該啦 其實我也沒有自己實測過 所以它的官網數據 官網數據而言 它是說6秒多嗎? 對好像是說6秒多 不過那個是在封閉的場地測試 反正你不可能催出那個6秒多就對了 對啦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試車試到這邊 差不多就這樣啦 白總學你要不要試一下 我有聽到你不對嗎? 但是新車給你塞這樣好嗎? 沒關係啦 比較重喔 我要跟著 操作男人母 不說一次 操作男人母 白總是怎樣?最厲害啊 好我來友善試駕 現在因為第一次開過這種新車 我來試看看這個感覺 好 開始 白總學要花一個專長 就是進入到別人老婆的體內 的那台車啦 來 現在我們先是把那個安全帶吸上 我說真的 我第一次SIGN PLACER就獻給你 你很感動嗎? 對啊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友善試車 我最主要來品嘗這個新車 開起來那個超公升 跟他的那個加速 看到底有什麼關係嗎? 因為我剛剛在做的話 大概很像是那個 VNW E36 325改那個手排的感覺 我的感覺好來 那個 你這個 扁來扁就好了 對啊 你也扁一下 扁來看這個 來 扁下去 扁來扁 但是你這麼沒有單位燈喔 沒有 這個這樣他的缺點 我比較有50塊 沒有那是我自己的感覺 對啊 他就顯示到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這邊在顯示 他只能夠顯示 我就覺得比較好 來 幫我拍一下 扁來扁喔 手不要抓到 比較複雜 好要開始了 來我先看 方向燈那個都一模一樣嘛 對一模一樣 我待會兒曬你 就趕快補作帥 那你拍到觀眾要看 那你感覺 好 我大概2500左右 我會稍微吹一下喔 好 它這電子的方向盤 開起來很輕的 所以你這塞進去 塞進去就變暗了 不會 不會喔 好來喔 我還是要吹2500後來 感覺真的不錯 我說那個力道真的像那個 305Tuber一樣 他剛剛有聽到那個蟋子 哇 聲音還不錯 有啊有啊 好 還會火火耶 嚇到 來這頭前我吃了 我先幫一下 對啊 來我們把鏡頭架設好 煮水換好之後 保養學 來用這個MCA渡過 誒 勒過那個財影 還不然賣12點 我哥 不然這件水衣 來看白痴嘛 來我們就是 我現在 剛剛加速就是像那個325手牌 我現在要來品嘗 他那個什麼 懸吊系統的感覺 我跟他這台車齁 他本身那什麼 couchon 設定比較偏硬 你有感覺嗎 有 還是你有特別選配 沒有 他原本就是比較硬 來我跟你說啦 你這台車 我跟他說 他這個電子方向盤 你塞進有沒有 他就會變比較緊 你塞板就變比較冷 那是正常的 所以你可能比較沒有感覺出來 因為我都塞板 都塞板 對 膀中 拚到幾格 老實說膀中 膀中好像20格而已 好 膀中的前衛 阿是真不是假 我不是假 AutoSong 好 好像讚而已 噢 刺刺刀耶 然後現在就是用那個第一視角 讓同學們看 所以你現在是那個什麼 Sport模式嗎 S-Shot模式 你現在把它切換那個什麼 一般模式我試試看 一般模式 要帶隊 對啊 這是省油模式 我台灣就是最最標準的 我們現在百同學來 大概來操控一下那個感覺 這台車我目前第一次賽 我是覺得它那個什麼 它變速箱在打的時候 覺得它比較硬 有感覺嗎 就要習慣它 它是原本設計就這樣 對對對 我你看 那個什麼 同學你看到那兒 那兒子頭在看 我目前在開的話就是 它的路感很清晰 但如果你說這樣好處 你不用去改革上 就是覺得很運動版 大部分都比較Q是點 對對 不然這太條 太條嘛 所以你這個 它不是電子式的對不對 不是不是 你剛剛說那個變速箱 這個比較硬 這個什麼 這個車款 如果是很多車友在開 都有這個感覺 就是WRX的話 就是比較偏硬一點 STI的話更硬 為什麼 我是說它變速箱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硬 對喔 這個我就不了解 可能新車比較硬 新車 新車 新車比較硬 新車比較硬 久了之後 把它抄完之後 比較不會硬 你現在過了 比較不會騙到 特別那美女 她現在沒有動到 一點點 好 別人載一個力度 那個 目前她不要露臉 記得怎樣 不要死 對啊 美女後面在看那個鏡頭 亮度太暗 太那個 要跟她說一下 好來 像我現在用那些使用模式來 大槌看看 喔 有差啦 它那個 換檔的話 你看檔位差 它就是 喔 就是差很多 對 反應換檔的邏輯有差 但是你這樣的話 油耗在開 時速平均高速光100 你這樣走 你覺得油耗有差 有差 有 如果右腳省一點的話 可以到10 2.0 它還能到10 就是 就是 右腳要乖一點 不要亂吹 這樣看還不錯 來我們再來多拍個視角 我們來體驗這個感覺 看看 齁 再來那些時候再給它讚 嚇到 齁 吃附近了 來 我們多試一下 我現在要用那個什麼 手自排模式 我為什麼要用 煞車踩下去 踩下去的 然後 然後 8M 8M之後 它出現1 對 它現在這個是I模式 一檔 對一檔 然後它只要 按上 它箭頭朝上的話 表示說你可以換檔 我現在原地可以先翻 看看 可以嗎 我翻 1 2 2不行 然後它就 箭頭下面就表示叫你要退檔 好 它這個會自動退檔了 是不是 你如果說速度太慢 對對對 如果你停紅燈的時候 它就自動退檔了 好OK 那我們這樣來試看看 來 然後我們現在用是那個 一檔 Sport模式 我盡量這樣開得清楚 不然就走 再加加減減而已 對 唉唷 我真的算不算 那些什麼 電動 我們在打電動 啊這個 自己可以大支嗎 2千塊 嚇唆 真的說真的 塞得很爽 七叉球 對 對 但是你如果說這樣 它會把它蓋 你如果要把它變 它會自動動油 對喔 對 對 對喔 對喔 它會出動油 噢 插插 退檔 我退檔怎麼沒有 有啦 有啦 但是我跟他們說 檔位差太多 你把它變退檔怎麼沒有 對 因為它會保護 好 1 2 3 等一下那個 前面有那個 S型彎道門 順便把它 測試一下 過彎 那個感覺 這海水 我稍微 稍微撥一下就好了 喔 不錯 欸這四散 過彎的感覺 好像那個 壁虎 那個地上那個 抓得很緊的感覺 那是我的心理作用 不是 我覺得真的抓得很窄的 紫輪穿動很穩定 它的優勢就是 過彎 很穩 這台真的不錯 嚇到 這台車 你如果說 你動不動 沒有頭手 這台很困難 對喔 那你如果說 買那個 這也有STI版的 有 那你說STI版 應該是2500的喔 對2500cc 就純手牌 對 六速手牌 好笑 那種會晒起來 日落 說真的 經常都會應戰 嚇到 很多人都會挑釁 好上癮的喔 喔啦 2000cc有這個效果 真的是不錯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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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好 好 我們來 這個地方來做個總結吧 對啦 阿同學 阿你加這到底是甚麼燒喔 它上面那個是轉速 這個是轉速嘛 然後 然後 左邊那個是92是水溫 水溫也有Watt Model 然後 下面4.0那個 那個 那個應該是那個真空錶吧 喔 真空 然後下面那個14.6 我記得應該是空欄比 空欄比 欸這好聲 這是你自己外掛的ODV2那種 對 然後12點多那個是電壓 充電的 OK 漂亮喔 咦咦咚 喔 坊前咧 今天 白隆學的七只台車有喔 今天炒六有算 來 我們來致富馨들을ję senses一下 來同學 我有問你到底是從事甚麼行業的 為甚麼會想買這台ウ بن嶼燖 帶下去 我從事機車維修業 然後是喔 對 所以你對戶也 rất了解喔 er clay 對啊 很多 那台車 восп送十分 你那個是自己開店還是怎樣 自己開 對 來同學作業 在那 在高雄人五 好 不錯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找這位同學服務一下 這台車我今天在賽 整體性我把它打90分 因為為什麼怎樣你知道嗎 這樣它才有進步攻堅 好 節目最後 記得要怎麼講咧 訂閱白同學 訂閱教室 不錯加一百 走來散一下 走 哈哈哈哈 讚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隨興的試駕這一台 SUBARU的WRX CVT2.0 TOBO這台車 需要這位同學會有幫助 今天之後我來做一下總結 因為我很少試車 試到那麼 沒話說 仔細啊 我想說就是把它多整理一些心得分享給同學 先講的這是我個人開過的感覺 因為我短短大概開個半個鐘頭 我大概整理一下 我個人覺得它的優點我們先講一下 來 以2.0來講的話 它那台駕車 TOBO的車 它的延遲 TOBO的延遲 我再開 我覺得非常順暢 你不會覺得說 我這樣斬下去 說怎麼會萬幾百走 你動力隨傳隨到 很像是一台NA的那個汽車 我是這樣感覺 然後2.0來講的話 它能壓榨出 這一種馬力在開 尤其它也是自排 CVT的那個變速系統 我是覺得這樣可以 給它的評價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耐用度的部分 就可能有那些車主長期的感受 然後3.方向盤 跟那個座椅的角度 我坐起來我覺得做人體工學 開的時候你也不會覺得 腰痠背痛 有的像我以前 E36 M3那個去改那個 321的M3座椅 那坐起來這麼久了 腰痠背後面 它這樣都會痠痠 那一台在做完全那個人體工學 我看就是很服貼 曬起來你不會覺得 咕咕那個感覺 然後是前面擋風玻璃的那個角度 還有那個什麼A柱 那個三家湯 那看起來前面視角非常好 而且前面玻璃的斜度 也覺得非常剛好 然後5.它前面改善了 以前的GC82 它前面那個渦輪進氣孔 那個RT 它的角度修正的比較扁了 你如果像白龍學大概182.5 大概181 180這個身高在看 座椅我也沒有另外調整 看起來的話就是覺得 前面視野還不錯 車頭就看還蠻明顯的 所以你大概白龍學 覺得第一次接觸這台車的優點 簡訊的分享給同學 要開始說 我個人覺得它要需要再改善的地方 如果會更好的話 我們把整個那個什麼 我們覺得要加強的地方 分享給同學 來一 最明顯的 煞車的部分 那個那個 好像那個 以前那個AIRT 太誇張 你知道嗎 那有什麼真空背立棒 什麼 我稍微在 稍微急煞的時候 整台車好像還要撞不住 那你用力踩的時候 就會像那個車主講的 打到整個防火槍 要不要摩 那有那個感覺 你會覺得好像 嗯? 還打到防火槍 不知道 很像貓在我 我是真的 在看那種感覺 因為那個 車主義之前 有在說 它那個車上前面有加一個 真空背立棒前面 有剩一個那種 Ti說 那就是 明顯人家說 那個什麼 有的車主 我覺得那個防火槍太薄 我本來 我剛才是覺得 應該是還好 但是在看那個AIRTimes 就不是說很大 明顯那個煞車力道 以新車來講 我是覺得說 說真的 它非常需要再改善 你如果說 當然你有錢去升級就算了 我開過很多車 除非說 以前的老車 136 那個 95年之前的 你靠 出現的動作 沒辦法來 抓不住 就是像那種 老車的感覺 我是 以我的 直覺 分享的同學 也不偏袋 也不偏袋 希望它後面能調整 啊 然後 那個什麼 排檔頭的部分 我在扁我 就好像 像我136 那裡面 那裡不偏袋 也不偏袋 也不偏袋 我是覺得 新車的話 你如果這樣開 大概輕輕的擋 會這樣 我是覺得 蠻輕的才對 明顯很偏袋 你會覺得 這到底 以前的偏袋 你會覺得好像 卡卡的 但是 車主他就說 那是正常 那這是我自己接觸過的感覺 然後 是 明顯 車子裡面 隔音不足 你在坐的時候 大概 噪音會從那個 輪拱裡面 酸上來 那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買了 因為那是 在試車的時候 大概短短 一個鐘頭門大概剪接 買了後面 跟車廚 有在直播在聊 後續再開了大概 半個鐘頭 明顯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 那我那個感覺 還有我在 坐乘客坐那邊 那個感覺 蠻明顯的 就是 像我們說 他傳在對輪廣 我們像我們說 不知道是因為 班金太棒 還是在那裡沒有打什麼 隔音面 那是我自己的感覺 然後那個 可能就是 可能另外可以做個隔音加強 或是覺得 那個是 算OK 嗚 那個避震器真的是 太過實用了 我第一次開的時候 奇怪 你這車這麼厲害 我就把車子說 你才會覺得 會真的比較實用 我在開的時候就是說 轉彎的時候 登彎 他是不會能卡 但是 他明顯 路面上那個什麼 顛簿 變成人孔蓋 是一種 橋墩跟橋墩 相接的 修化比較落差 那種路 你就感覺整個車子 好像會跳 你知道嗎 簡單講 他不是那一種一般 避震器經過阻鈴 減震之後 會可以給你那種路感 他那種感覺 感覺起來 沒有說比較對 對 那個感覺 我是覺得這比較美中不足 當然啦 因為 客人那一般 買來那種改裝 他就是想說 設定的一般 比較標準的配備給你 那是我這樣想的 然後 然後 我跟他有一個 那個什麼 缺點 我是覺得本身個人比較在乎的啦 什麼時代的後座 你還沒有做冷氣出風口 對不對 我那個 39 20年前他就有後座出風口 對不對 3系列的比較新的 他 我記得後面應該是也有啦 46是沒有 但是我們今天 在 用那個新車來審核 我看其他那個什麼 我們朋友塞 國產車後面 他中央扶手後面 如果沒有出風口 他是坐在那個V主的兩車 你比較不會說 頭前吹冷氣 冷到要死 後面又落到要咬爛 那是我改的感覺 所以我買車的話 我是蠻注重 後面有出風口 這個東西的 好 來騎我們做的結尾 那個晶片鑰匙 是覺得說在感應 你車內當然發動 駕駛商一定距離 一鍵騎 天啊 一鍵 觸發 我是覺得是還ok啦 但是 你如果說去後面有沒有 變成說 乘客做 或是後面 那一鍵騎 你還要去車主 你來幫我開 那一天我就是 攝影器材 都放在後車廂 車主嚇到頭前 我就叫他來後面開 他說要到後面 感應他才能開 他沒辦法穿那個 一般車後面 觸碰是 板就開 是覺得這個比較不便利 當然 你如果在房道來講 這可能是安全性的考量 你看你車頂後面 車頂後面 車頂你不會去的時候 後面要開 可能有他的優缺點 這是白同學 個人 開過那台車 短短大概一兩個鐘頭 感受出來的東西 大概就是 簡易的分享經驗給同學 但是我講的也不絕對啦 你們就是自己去感受比較準 好啦 大概就這樣 感謝同學們收看白同學這個 精緻化的試駕這個節目 掰掰